列位,我是苏通 这期拍案惊奇 跟您聊聊那些越狱的故事 在自古以来啊 是谁都不愿意去坐牢 可是总有人坐监犯科 又时运不济 就给扔进牢房里了 这既然是进了牢 就难免想要想折出去 所以自从有了监狱这种刑罚 也就有了越狱这种犯罪 咱先来说说那些成功的越狱故事 到底有多厉害 比如说咱之前节目中 曾经提到过的 赫赫扬名的江洋大盗 约翰迪林格 这哥们最爱抢银行 在美国各州 那是闹得天翻地覆 1934年 他住的宾馆失火 他就请消防员 把自己的行李箱取了出来 结果消防员一抬眼 眼前这位不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迪林格呢 就把他抓了个现行 可一个月之后 狱警去他的牢房提审时 他突然手中掏出一只手枪 对着狱警的脑袋 不听话就崩了你 其他狱警眼见得此警 也是没辙 眼睁睁看着他溜之大吉 那么这手枪又是怎么送进这监狱的呢 据说这支枪 是迪林格在牢房里 用肥皂自己雕刻而成 外头涂上黑色的鞋油 就这么着蒙过了狱警 同样的手法 1937年 有个叫Jones Luther的抢劫犯 在内华达州监狱 也使过这招 不过这家监狱的狱警 心下手为强 在例行的检查中 缴获了他做的肥皂枪 这次一看 用的不是斜油 而是铅笔给假枪图的色 人说这想象力得多丰富 再说一个恶魔岛越狱的案子 听这名字就够吓人的吧 这个监狱 坐落在美国加州的阿尔卡特拉斯岛 是四面环海插翅南非 上游高墙电网下游警卫机箱 就算你逃出去了 离大陆还有两公里半的海面 洋流还是往岛上冲 纵使你有浪里白条的本事 也是游不过去 岛上还曾经发生过 囚犯抢枪暴狱的事件 可想而知 狱警们是整天提心吊胆 不敢有片刻松懈 所以这个监狱从建成到废弃 29年间总共发生过14起陶狱事件 只有一起成功 咱说的就是这一起 那是1960年一个叫莫里斯的抢劫犯 被送到了恶魔岛监狱服刑 1962年7月12日的晚上 莫里斯和两个同伙决定扯封 他们先往床上摆了几个假人的脑袋 这脑袋是平时吃饭时 省下来的面包和泥土 以及真正的头发做成 狱警从小门里望里一看 是怎么瞧也瞧不出是假货 这就为陶狱争取了大量的时间 然后呢 他们再用电钻弄断了窗口的铁栅栏 咱书中代言 这监狱里怎么会有电钻呢 哎 这可是人家自己做 他们找了个旧的电风扇 把马达拆了下来 用勺子磨成了钻头 往马达上一装 这就成了一个电钻 然后他们用电钻弄开了下水管道 顺着下水道 一直跑到了海边 在此 他们又换上了皮滑艇 您又该问了 这皮滑艇又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的监狱图书馆里有本杂志叫做大众科学 其中一期写的就是教你如何动手做一条皮滑艇 这可好 莫里斯等人就真的跟着学了起来 还把这现学的知识就用到这儿了 没有塑料布 用三件塑料雨衣当塑料布 没有电烙铁 用毯子包着雨衣压在牢房里的暖气片上一趟 就这么着 生生做好了救生衣和橡皮艇 最后这条橡皮艇在海岸边被发现时 船上的莫里斯等人已是下落不明 您说有这自学能力 关在大牢里还真是有点可惜了的 还有一些案子手法是简单粗暴 常人看着觉得都是在犯傻 可用起来却有奇笑 你比如说1980年 有个抢劫杀人犯特勒伊格雷格 在乔治亚州被判了死刑 执行前夜他和另外两个御友 举开了栅栗大摇大摆的走出了监狱 要说这狱警怎么不拦着他们呢 哎 这仨人穿的是拿普通衣服改成的警服 身上戴着是用硬纸板画的警徽 没准这格雷格以前就是裁缝出身呢 所以你看没有点本事还真逃不成狱 至于怎么弄开铁栅栏对于越狱来说倒不是大难题 2012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所监狱里 有个叫卡洛斯加西亚的犯人就成功的锯断了窗户上的铁栅栏 他把刀片固定在雪橇棍上 就这么磨啊磨 愣是把水泥窗户给磨断了 拆出了铁栅栏 哎呀 要说是有这毅力做点啥正经事不好呢 上面跟您说的这些个都是那些老谋深算的陶鱼 下面再给您说说几个好笑的失败案例 2012年的3月 俄国莫斯科附近的一所监狱里 犯人们正在操场上放风呢 突然间天空传来一阵马达轰鸣 众人是抬一眼观望 一架直升机正悬在半空中 从这飞机上啊 一个软梯就飘然而下 但见得一名囚犯抓住软梯 直升机是迅速爬升扬长而去 地面上的这些预警们 靠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 要开枪 再一看直升机 早就无影无踪了 按说这次劫狱是相当的成功 可警方展开搜查后 在几公里之外 就发现了那架飞机停在地上 飞行员让人五花大碗扔在飞机里头 原来啊 这越狱的同伙租下了旅游公司的直升机 用枪逼着飞行员来监狱接人 可他们没算准一件事 就是直升机里带的油料只够进行短暂飞行的 这边刚接上了人 没多一会儿油就烧完了 只好就地降落 这个囚犯又拦了一辆出租车 可没走几步就给警察抓了一线刑 折腾这么大动静逃出来不足一天 您说这又是何苦呢 再跟您说一个发生在巴西的故事 巴西有个库里提巴 那儿有一监狱 那是2012年的8月 一名狱警走在狱中的走廊 无意看到走廊上的垃圾袋动了一下 这预警心说是老鼠吧 再一看 不对 这动静也忒大了 赶紧叫来一大票预警 将这个大垃圾袋是团团围住 撕开一看 两个垃圾袋 一边一个分别藏了一大活人 这两个囚犯是藏在垃圾袋里 想着可以由此就被带出监狱 可他们没想到 这垃圾袋才多厚啊 怎么可能扛得住一个大活人的体重呢 另有一个案子更是啼笑皆非 2012年在美国洛杉矶县一个停车场 两个下班的警察正有说有笑 突然他们中的一个拔出枪拦住的另一个男子 喝令他把手举起来 警察一看这哥们穿的一条蓝色的长裤 正是由连身装给改造而成 而这种蓝色的连身装又是该地监狱的囚服 心说此人莫非是大牢之中逃出而来 这警察随后一查 人家确实不是逃犯 因为盗窃罪在牢里关了半年 就在前一天才刚从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 人家已经释放出来了 这警察按说就应该放人走啊 哎 不见 警察说了 您这条裤子那是从耗子里戴出来的 您穿出来的时候没付钱吧 这裤子是人家政府财产 所以我得继续看着您 叫做涉嫌持有脏物 要说这法律水平绝对是够机智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说了这么多成功的不成功的越狱案例 这陶狱啊 被抓住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所以呢 咱还是得时刻做个好人 千万莫要惹是生非为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